相对于耳机来说 Player 比较少一些新款 所以独海浮沉比较少 对上一条已经上链了 今集就想讲讲Player 因为被我找到一只算是很刺头的一个Player 它的卖点是什么呢 它的卖点就是Made in Japan 因为你也知道现在卖得最行的那只叫AK AK是韩国东西来的 我也有想过韩国又不算什么音响大国 其实我们玩开音响 如果你有很厉害的音响牌子 当然数美国 数日本 数欧洲 都不会无端数到韩国 但就是韩国有个Player 这样敗出来 其实这也是一个奇迹 另外我就思考了 有没有Made in Japan的Player呢 原来是有的 现在手上这只叫做Venturecraft 你也知道 听说很多日本本土的牌子 都在想在其他地方撤退 就回到日本撤厂了 所以我觉得 未来Made in Japan 这个品牌呢 是不是叫品牌呢 也可以这么说的 未来Made in Japan 这个招牌呢 将会再次又进入潮流里面了 所以今集就看一看一个 纯Made in Japan 的Player 打开它看看先 别管下面的金色字 不关你的事 我先遮掩它 这只就是Venturecraft 叫做Walloc 销售评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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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 其实我不知为什么 其貌不扬 如果说不好听你走过 未必会被他的外表吸引 还会以为他是胶学 但是我就问Celsio 什么有部胶的Player呢 他告诉我这个不是胶 这个是全碳纤学 你以为好似胶 看起来好似胶 拿上手这么轻 都好似胶 但是它是全碳纤学 那是为了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如果做个碳纤学 就像我们玩电线的插头 就可以隔绝外来的干扰 那么它为了更加隔绝外来的干扰 它的screen 还要专专不做touch screen 那么日本仔组的touch screen有多难呢 它专专不做 就是为了那些电池波再减少一点 有3.5 啦 也有2.5 啦 也可以在里面教Line Out 那另外旁边的按键 因为没有touch screen 所以呢 是有一段时间的按键给你控制的 那按键给你控制其实就是volume 那我觉得整体来说 就是这样 我们不开机就这样看呢 拿上手其实是ok的 因为它够轻的 就是看大家喜不喜欢轻的 如果喜欢轻的这个真的会很开心 就是可以带在一个裤袋 不是一个负担的 不过说完外表 说完这些插头 说完这些按键 最重要就是听一下那个声音 那试呢 就试什么呢 我又把MQS是苏睿的搭错车 那当然是听走干糖卖毛啦 我最喜欢的 同时呢 它也都声称是够力推 headphone的 那用回我用的650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看着碳纤壳呢 所以真的 是觉得它特别静的 你们自己亲身试试 看看是不是一插下去 我一插下去一play呢 是觉得它后面是特别静的 Bangercraft呢 据我所知就出耳矿就出名一点 我想有些朋友已经用过了 Player就第一次 那第一炮就当然是不惜工本 尽量 准备多少技术就准备多少下去 其中它最劲的就是声频 那刚才呢 我都见到menu 有很多声频可以给你选择的 那最尽是去到PCM的384 和DSD的256 那还有AKM4490的硬解 那如果喜欢玩声频的 就可以去试试这部机 当然我以我自己的理念 我不觉得声音越高就代表越好声 正如CD的Player来说 我不觉得16bit一定比1bit 但是 有声频就像CPU超频 你都可能会喜欢玩 或者有人喜欢真的听 觉得它去到340的时候更清晰 那如果你喜欢玩这东西 这部机是帮到你的 重点来了 今天呢 最主要就是试这个特别版 那特别版是什么特别呢 价钱特别高之外 我没有说多少钱 普通版就是7199 7199 那这个特别版呢 是19xxx的 接近2万元的价钱 就是这个特别版 那这个特别版呢 大家都见到了 已经写了 是627SM Unlimited 它一部机里面 是有4粒627SM的 那顺带一提 它其实呢 后面这里有个盖 你可以拆了它 好像我师傅牌一样 可以自己换Odd M 它有4粒 单混放的Odd M 这部Limited 就是用了4粒627SM 这部机身有写明 还有计划的 它后面有计划的 就是这部机 全球只有100部 这个是26号 627SM呢 我那已经停车了 我的小弟呢 也都去生两把 我小弟 即是每个本人 我本人也能隔了两把 那部机呢 这部是有整四个 大家都知道 只有大厘价 就是淡 elder 10265 那把19627 给我们印象 就是很高清 事情很细细 除了安裝了627 之外 這部機比起它的普通版 還可以升到PCM7-6-8 即是比這個PCM3-8-4再去到一倍 剛才聽這個627 用627SM再加上7-6-8之後 是非常高清的 但是 本來我不是那麼喜歡高清的人 但是它那種高清得來 竟然是滑滑的 即是不會高清得來很無躁的感覺 所以我又接受 如果喜歡試一下一個很漂亮的聲頻 我覺得這部機應該是給你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店舖有沒有可以試 如果有 我覺得你應該衝下去試一下 就是試一下它的627SM版本 再加上7-6-8的聲頻 還有順帶一提 就是我剛才沒有說過 我剛才一直都是用這個650聽 它真的可以推倒 即是它 它不用開到很大聲 即是這裡 這裡就是 零 零 我開到這個四點位 三點半左右 三點半左右已經很好了 大家可以帶自己的耳機去試一下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 這麼貴買一部Player 然後還要是 不用它那個放大部分 另外還要加一個M的話 那你為什麼要買一部這麼漂亮的Player 或者放這麼多錢裡面 你放這麼多錢 其實有部份只是給了一個M的部分 然後你還要不用 還要加多一個M 那我就覺得浪費了 那反而這部我就覺得 咦?就這樣直推那個650 都OK 盡量每集《讀海浮沉》都推介CD給大家 今集就厲害了 大家不一定要買的 因為都不便宜 要買齊 就是王家衛電影的Soundtrack 有《墮落天使》 有《重慶森林》 《2046》 《冬邪西毒》 《花樣連華》 和《春光炸蝕》 如果你不是王家衛的粉絲 其實你是不用買齊的 但我自己推介兩隻 我自己覺得最好聽的就是 《花樣連華》和《冬邪西毒》 《花樣連華》那些年代式的音樂 可能你在廣告都會聽不少 我覺得更加特別 如果容易選擇 因為我都會再推介這個《冬邪西毒》 因為《冬邪西毒》 就是本地做的很好的Soundtrack 是陳芬奇先生做的 我說得我這麼喜歡 其實十幾年前 我已經有它第一版了 只不過你沒有理由 如果買齊一套的時候 就留了一隻的 因為它裏面都有些Postcard 有些文字 那些東西 我也覺得值得珍藏 如果你不買整套 你買一隻兩隻的 就買一隻 《冬邪西毒》 和《花樣連華》